同时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 您有没有想过今天谁会来 节目组包括文艳老师 通知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让我提供至少 十个以上 十到二十个 无论是配音 一支片配音 外国电影配音 还有动画片配音 还有主持 全国青年志愿者艺术团 中央五大部委新联新艺术团 朋友太多 我真的分析不出来 今天你们能请来谁 你分析不出来 这就对了 你看谁来了 有请李老师上前一步 一般的想不到 应该都来一个嘉宾 现在没想到来俩 他无地想不到 我八九岁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猜到 如果是配音 可能范围会小一点 见面不是很多 但是血浓于水 我们像亲兄弟一样 此时此刻 三组神秘嘉宾 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 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 顺利过关呢 一二三 先猜第一个 好吗 第一个问题是 我想知道 这个嘉宾是歌唱家 还是配音演员 还是主持人 还是相声啊 小品演员 都参与 哎呦我天呐 第二个是男是女吧 是男是女 这个天津人讲话 是男的 是女的 对男的 还是女的 男的 好 第三个我得问问了 是五十岁以上的 还是五十岁以下的 五十岁以上 列入了老艺术家的行列了 具体的职业都参与 这个 我天啊 这太难猜了 这没个方向啊 没个范围啊 哪的人 对了 哎 对吧 我这朋友 书籍 哪的 对 哪的人 我天啊 四海为家 我天 总得有个归属啊 四海为家 哎呦 这太难了 您是一个人来的 还是一群人来的 还是您跟您夫人来的 多人 完了 这猜不出来 您就听这口气 您还想不出来是谁啊 真想不出来 你想想谁这么贫呢 谁这么说话 这么不着调呢 加蒙一个 刘全和刘全力两个人 好 让我们拭目以待 究竟是谁来到我们来的 你看谁来了的现场呢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看谁来了 打队哈哈 打队啦 来 主名喜剧人刘全和刘全力 他们二位与大来宾李扬是多年的好友 经常一同参加对门演出活动 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 结下深厚感情 今日三位老友相聚舞台 将分享哪些温暖故事呢 你们管李老师叫 鸭哥 汤老鸭的鸭 鸭哥 不是鸭 鸭哥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鸭哥鸭不好 可以找鸭哥找鸭科去给你看鸭 回家老师 我配了唐老鸭出了名之后 上至很多老艺术家 接下来是我们这帮朋友们 无论唱歌的 各行歌也见了我 不是鸭哥就是鸭弟 对 岁数比我大的老艺术家们 都是鸭弟 啊